在朴素的外表之下 隐藏着一颗出彩的灵魂 而在这一颗出彩的灵魂背后 又隐藏着一段悲情的故事 年仅56岁的王世金 为什么会患有严重的视听障碍 而在家待了那么多年之后 他怎么又会出来 做了一名保鲜员呢 其实如果不是 您刻意跟我们提起的话 我是真的没有注意到 您耳朵上还带了一个助听器 这个是怎么回事 您能跟我们讲讲吗 就是我刚结婚不久吧 然后就发现我的眼睛 看直线就变成曲线 当时也没太在意 年轻嘛也不懂 然后有一次 我老伴头疼病犯了 我就陪着他一起看病 结果我说 我的眼睛现在也看不清东西 经过医生一检查 告诉我 你这叫激发性四毛毛脱落 这个眼睛非常严重 不及时做手术 你的眼球会萎缩 甚至宅除 我们马上就发了一个住院手术 做了手术 但是眼球是保住的 视力 没有了 结局这次接近失明了 不幸的是 我隔了一年 右眼又得了同样的病 当时我得病的时候 不敢告诉老伴 生活本来就挺结局的 没有钱去做 后来这次手术 经历了很多波折 成功了 眼球也保住了 但视力下降得很严重 在治疗养育过程中 由于让我自己 我的听力也受到了伤害 不带着攻击性 根本无法和正常交流 和别人没法说话 所以我现在是 眼睛也看不起 听力还不好 就是这种状态 那既然家里这么困难 那这住听器是怎么买的呢 当时是我们女儿给买的 她最开始在幼儿师范念书 因为她很有严格天赋 她毕业以后 她的很多同学都抱好了音乐